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战况告急 军方坦承双方兵力悬殊 在1比15的情况下急需西方援助 外媒也指出乌克兰近期伤亡率高 如果持续下去战力恐怕来到临界点 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报告最新战况 表示乌军在东南部战线取得进展 乌尔开战决战无东战事重心放在东部 以及东南部战区 尽管目前俄军遭到重创 但乌克兰兵力和弹药库存同样面临挑战 强调居民团结抵抗俄军乌克兰会坚持到底 但战争到底还要打多久 有乌克兰情报官员透露 俄罗斯的资源恐怕让战事拖延再打一年 他们也想尽快透过停战换取国际取消经济制裁 战争一旦拉长考验西方阵营的后勤资源 同时也牵动台海危机 外界担心中国复制俄罗斯侵略行动一样画葫芦 前北约秘书长警告 中国看到乌尔战争中西方阵营团结抵抗 可能促使中国延后攻台的时间 但北京并未放弃武力犯台 乌克兰危机成为全球借禁 就怕战局拖越久 对西方阵营越不利 记得旅游戏整理报导